下这个近期老师获取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录播 然后我就发在旁边吧 然后准备上课了 少年要有梦 这位同学听了应该蛮久的了 听了蛮久的 听了蛮久还没有写过爬虫 我建议你去写一下 像代码的话是写出来的 不是看出来的 要录播录播 要录播的同学记得打卡 在这个地方发打卡两个字 然后你再去截图 像这里你就截图 截到你的一个名字 然后打卡截图 发给加上这个近期老师发给他 就能获取我们本节课的一个录播 然后我们继续看 我们去这节课 我们去爬取这一个妹子图 对吧 这个妹子图 我们先来看一下网站吧 这种 你要爬取东西 首先你要去分析一下站点 我们今天是这个站点 维美格斯 这里面是他的一些图片 对吧 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要爬妹子图 我们要爬一个东西 这次用什么解析方式 BS4不太会 我不用BS4 BS4 我也不建议你去用了 因为scraping里面没有弄那些东西 我们等一下看就知道了 我们去看看一个图片吧 我们看哪一个 这一个比较销魂 就看这一个吧 这一个 我们看一下这一个的一个图片 我们继续往下面翻 这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算是新手入门的吧 你们听完这节课之后 自己可以去尝试一下 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从上面往下面翻 它就会有我们的一个图片在这里 然后加载 这是我们这一个网站 然后网站里面有图片 我们人去看这种网站里面的一个内容 直接复制上面这一个链接 然后请求就能得到它的一个网页 对吧 那么我爬虫想要去爬取这一个网页里面的图片 怎么办 我们看一下它的网页原代码 这个地方看一下 注意一下 我们看到里面是有图片的 但是 真正的这一个东西 真正的这一个东西的话 是没有出图片的 它的图片被隐藏在我们的代码里面了 所以我们要去代码里面 去找到它的一个图片 然后根据它图片的一个地址 去把那张图片给下载下来 我去找一下 这一个 我找不到 我去这里面去看一下 点击一个检查 看稍微正常点的 压不住的 压不住的 这位同学压不住 你赶紧去消一消火 这个消消火之后 然后再来听我们的公开课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抗许加F 收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图片 对吧 然后我们去点击一下这个东西 就访问一下这一个网址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访问一下这个网址 访问一下这张网 网址的话 我们就能得到这一张图片 像这种图片的话 也是一个网址 我们可以再去换另外一张 比如说换另外一个吧 就是这里的话 我打开了很多个 比如说这一个 我也可以去打开一下 这个就秋日的温柔 然后我们可以去找一张图片 去把他的网址给考出来 这一张吧 我觉得这一张会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们点击一个检查 然后点击这一个 一不加载的OJX就难受 不难受啊 一不加载的OJX难受的话 只能说你还没学到加 一不加载只是一个简单的东西 加上登录验证码更难受 登录验证码也不难受啊 登录验证码为什么难受 你就登录就行了 有些验证码你就处理验证码就行了 多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你非要说的这么复杂 我说你唯一不懂的就是 难者不会 会者不难 会者不难 在我看来那些东西也是非常简单的 因为我已经做过那些东西 所以等你做过之后就不会觉得难了 这个地方我们把网址复制过来 我们就得到了这一张图片 对吧 最终我们要把这一张图片给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 我们先把这个东西给插一下吧 这是因为这节课讲的是一个静态网站 所以我们弄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所以我们去请求一个网址 我们现在请求一个网址 比如说我想把这一个的这一页的一个图片 全部给下载下来 下载下来其实还有一种方式 就你手动的话 如果你能耐着你的一个性质 花上一天或者半天去下载 你可以点击一个左键 左键点击我们的图片 把它存为桌面的话 你也可以下载下来 但是这样去下载 我觉得是一个噩梦啊 因为这么多 你一个一个弄手动太麻烦了 我们接下来用Python去自动化 把这些东西给处理一下 像这个妹子还是蛮可爱的 如果能找个这样的女朋友就好了 你们说是不是 我们请求一下吧 我们去首先是请求网页 请求网页 请求网页得到我们的一个数据 就这一个同学认同吧 其他同学觉得也认同我 刚刚那个观点的 都敲个666给我看一下好吗 就找个这样的女朋友 想不想找一个这样的女朋友 找不到的话 你可以把它给爬下来 然后爬下来的话 晚上就是你女朋友了 然后我们请求网页 请求网页我们要导入一个库 第三方库 request request 这个地方不是RE request 这一个是请求库 然后我们这个请求库 如果你没有安装的话 我们叫pip install 去安装一下 看来没有其他同学 认同我的一个观点 我觉得你们可能还是太 然后我们请求一下request 点上一个get 去请求我们的一个网址吧 请求这一个网址 能得到我们的一个网页 然后这一个网址 应该能得到我们一整个网页 然后我们去一整个网页 里面去提取图片 请求这一个网址 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东西 得到一个response response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这个print 我们的一个response 点上一个text 然后我们把它给run一下 run一下 这个地方遇上了一个反爬 这个地方别人直接把我们给禁止了 这个网站其实它还是有反爬的 它用indinx去进行了一个反爬 403forbind 403的话forbind是被禁止了 禁止我们网站去进行一个访问 这个禁止了我访问 我该怎么去办 禁止我访问的话 这一个的一个原因 原因是因为它对我们针对的进行了一个反爬 它清楚我是一个pathon的 然后我们可以去打印一个东西 print一个response点一个request点上一个headers 还得是 然后我们打印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为什么服务器能清楚我是爬虫 因为我这个request库默认会起告诉他 这个这个地方会告诉别人 我们是一个python过来的用的是一个request库 然后版本是2.20.0 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去替换一下它这个headers 既然这个headers有问题的话 那么我就替换一下它 这个地方你可以随便给一个就你自己可以随便写 你不从服务器上考也可以 我们就直接下几巴写一个吧 只要不是爬虫的应该就不会反爬了 这个地方我就直接给一段内容吧 这个usenget你可以自己随便定义 然后我们给它加上去 headers等于一个headers 然后我们给它run一下 给它run一下之后 不出意外就能得到我们的数据 这个地方还是卡住的吗 卡住的话我只能去拷费它官方的一个useenget了 算了这个地方它识别不了 识别不了我就去拷贝一下 拷贝它官方的一个 然后给它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点击这个network里面 然后获取我们的一个useenget 这上面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把这个useenget给拷贝过来 这个useenget useenget拷贝过来之后我们给它加进去 加进去在这个地方 那么给它加进去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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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客开的 触不及防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直接开了吧 我也懒得懒得去废话了 直接就讲了 在上班一点开就喷血了 现在我们就能看到这一个网页网页上面的一个数据就请求下来了对吧 请求下来我们的图片就会在这里面 接下来我们要去爬取图片 这是关于前面这部分 第一部分是请求网页 请求网页之后我们第二步是一个解析网页 解析网页 解析网页里面的数据然后把这些数据去请求然后能得到一个妹子图 关于前面这部分听懂的同学敲个一没懂的同学你敲个二给我看一下有问题的同学提一下 听懂的就敲一敲个一没听懂就敲个二给我互动一下告诉我你们再听然后 都敲个一给我看一下好吧或者是敲个二 只有这一位同学吗九十多位同学 怎么只有一位同学跟我互动一下吧给我给我反馈一下 让我清楚你们听的是怎么样了 啊 哦 这位同学听了吗 还是哦 这个地方我们只是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处理然后又在进的然后这个地方 request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一个 浏览器 浏览器这一个库然后 浏览器请求这一个网址就能得到我们的数据对吧 然后我们这一个库也是一样他请求这一个网址网址是一样的 他也能得到我们的一个数据啊 这一个不打印的吧我们就打印这一个print text 然后这一个网页如果他进行一下复制html 等于一个 response.text这是他的一个网页 网页 其他同学给我反馈一下好吗70多个同学 懂了就懂了没懂就没懂你给我一下反馈吗我毕竟我在这讲课我也没 啊我也没收你的钱什么一个免费的课你听了之后有收觉得有收 没收获你就给我敲个一好吧没收获你就敲个二如果都是这种没啥人的话我都没什么兴趣继续往下面讲了 好吧这个地方算我算我输了我输了我我不问你们了我就直接讲吧到时候你们听得懂就听吧听不懂就算了吧 然后就啊这些骄傲的同学你哪个地方不懂你可以问出来 没有的话我就其他人我就不管了我就只管这几个了这个弄弄弄弄 万字然后二十岁少年有梦想要追然后开到茶米利子酒清风 落花无情就 这些同学了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面去讲 啊 有沉进的代表什么这个地方是一个用户代理我们可以看最前面这个东西对了这样就对了吗 又不懂你就问就好了不懂又不问 我一个人讲的也没啥意思啊 我们之前又沉进的看一下又沉进的里面有几个东西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口容口容是浏览器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口容版本的浏览器像国内有390啊有收购啊之类的一个浏览器 这个是浏览器的一个版本然后 app web kit 的话是他的一个内核就是告诉服务器我们是浏览什么浏览器请求过来的我的一个版本或者是我的一个型号 其实就是告诉告诉服务器你的一个身份 自己身份 身份 告诉服务器自己的身份之前我是一个拍生对吧拍生的直接告诉别人是爬虫了所以别人直接把我爬虫给弄了啊为什么默认的不可以用我们可以去看一下默认的为什么默认的不可以用现在他是一个口容对吧然后我们用默认的去看一下 默认的运行一下这个地方等一下默认的是什么这个地方直接告诉别人你是爬虫过来的你被不被反爬啊这种想都不用想肯定会把你给反爬了所以我们不能用默认的用用这个东西就好了啊这个东西我们得到了网页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去 解析图片解析图片 要去进行一个请求然后我们阿义点上一个方道去进行一个匹配阿义点上一个方道 方道 阿义点上方道我们去找什么我们要去找他的图片的下载地址对吧图片的下载地址在哪里在我们 前段网页里面 这里 在这个网页里面 我们可以去找一下 它的一个下载地址在那里 我们可以把它给收拢一下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显示 对阿姨就是我们的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 正则表达式就是去我们这种 不规则的网页里面 提取我们有规律的一些信息 像这个网页里面 它有很多很多的图片 但是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想要的是这个图片的下载地址 因为我要把它给下载下来 我可以复制一下 到这里面去检索一下 比如说这个地址 然后这里面 我要去这里面的一些内容 所以我要去匹配它 我想问如何加载更多 然后获取最新的 这些都是一个最新的 更多的你就写更多的就行了 你首先把这一个东西写完之后 你就清楚怎么去写更多的了 因为这一个网站你都没有学会 你怎么去发去更多的吗 因为你一个就一乌不少 何以扫天下 你一个网站 一个页面的东西你爬不下来 你怎么去谈爬更多的一些东西 其实你一个能爬下来 你多个能不能爬下来 因为它每一个东西都是一样啊 每一个东西都是一样的 发现没有 它就是一个网址 然后它下面的一些网页 它的一个规则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先把这一个给学会好吧 学会这一个之后 你再去想怎么爬去更多的 我们再去讲怎么爬去更多的 所以我们去匹配一个东西 匹配这一个 我们要去找到这一个网址 对吧 这个网址是我们的一个图片 下载的一个地址 图片下载的一个地址 然后是这个图片是圆图 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圆图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是这一个 然后是这一个 这个不是一个圆图 这个是一个圆图 为什么这两个会有一些差距呢 我去看一下 刚刚是点错了吗 看一下 这个地方稍等一下 哇 这两张图片 为什么会有差距 我看一下它网址是不是一样的 还说我放大了 我应该 可能说我放大了 这个地方说我放大了 所以是那种 这个是高清的一个 然后我们要去提取这一个网址 这个网址我们怎么提取 它是属于这个A标签里面的A标签 然后我去把它这一个网页给复制一下 它这一个A标签的话 是在 插掉吧 把它的A标签去复制一下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这一个A标签 然后去写它的一个匹配规则 然后我们去网页里面去写 这里面 这是它的一个A标签的一个网页规则 然后这个人机理想化 后面的Amici就不要吧 把它给去掉 后面一部分内容不需要 这部分内容不需要 这一个是 这一个 是哪一个 我看一下它的复制处了 这个A标签是到哪个地方结束 一定要是获取它结束的一个位置 这个A标签 秋日的温柔是这上面这一部分 这个地方 这里的话才是我要去匹配的一个东西 后面是个单引号去进行一个包围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括号 然后我是去到这个HTML里面去进行一个匹配 看一下这个网友 HTML 去这里面进行一个匹配对吧 然后我要匹配的东西是什么 我要匹配的是这一段内容对吧 所以这段内容我要用一个括号 点心问进行匹配点心问 这样我就能匹配这一段内容 然后后面这一段内容我们不需要 但是它是一种格式 所以我们用点心问也去代替一下 但是后面这两个东西我不需要它 不需要它 我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个匹配 我也给一个点心问代替它 这样我们去看一下 匹配到的是一个UIL 它会有很多UILS 等于这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print一下这个UILS 然后给它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我们就能得到这一些图片 图片的一个下载地址 看到没有 这是下载的一个地址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这一张图片是 这张图片为什么这么小啊 第二张呢 也好小啊 第三张 这个地方是我刚刚放的太小了 难怪放的太小了 所以是这一种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图片就已经下载下来了 我们刚刚讲的是比较简单了 里面是写的一个正则 然后就能匹配到 关于现在我们的一个图片的网址 就已经解析到了 已经解析到它的一个图片的网址 最后的话我要把它给保存 接下来我们去讲如何保存图片 保存图片 保存图片 这个地方听懂的同学 敲个没问题的同学 都敲个一给我看一下 有问题的同学你提一下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面去讲 没问题你都敲个一 给我反馈一下 有问题你可以提一下 哪个地方不懂你提一下 我给你讲一下 没有的话我就继续往下面去讲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Headers 这个Headers不需要打印了 这个地方都是敲的一是吧 正者表达式的应用有问题 这个应用的话 我今天不会给你们详细去讲 因为正者表达式我要去讲的话 我一个下午我也讲不完 这个地方我就直接去用了 你们不是很熟练 所以写起来会有很多问题 建议你去加我们的助理老师 去要一下以前是讲过 讲过正者表达式的公开课的 可以问他要一下我们之前正者表达式的公开课的路波 以及这节课的一个路波 也是问问这个近期老师去要获取一下 像你现在听懂了 客户你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有疑问你可以拿路波再去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图片去进行一个下载 图片下载我们只要下载这一个网址就行了 所以保存图片的话 我们首先要去请求图片 所以我们forurl 印这个urls urls 就能拿到我们每个图片的一个下载地址 对吧 拿到下载地址之后 我要把这一张图片给保存 保存的话我首先要去请求图片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先去请求一下 请求一下这一个内容 然后去获取一下 是不是都在爬 这个网站加载好吗 这个网站本身就很慢 它是一个个人网站 如果你去爬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个time 因为他这个网站的话是不盈利的 而且没有广告的 如果你爬得太快 可能把别人网站给爬崩了 爬崩了之后 对别人的造成的一个负担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去加一个岩石吧 等一下我们去加 等一下我去爬的时候去加 然后我请求的网址是这一个URL 这个URL给他加进去 加进去 我们就会去请求这个内容 然后得到我们的一个图片 然后我们去写一下 不违法吗 我觉得你是看东西看多的 百度他违法吗 百度他也是去爬别人的网站 去爬各种东西 像我们这个网站 为什么去搜索百度的时候 就直接能收到 我们去看一下百度 像很多同学有一个误区啊 什么误区啊爬崩就是违法 爬崩是违法吗 爬崩是一种正常的一个东西 如果你去爬取个人数据 然后爬取别人赚钱的东西 又自己再去赚钱 那才是违法的 像这个维门 维门女生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就会有 有这个维门女生 这一个的一个 所以这个地方百度 为什么百度这个地方 它能显示别人网站里面的一个内容 这个百度快照 它就是一个爬崩 百度是违法吗 肯定不违法 这个地方想都不用想了 所以为不违法这种东西 爬崩的话 只要你不去采集个人信息 已经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维每个 它这个图片的话 本身也不是自己网站的 它的图片是从哪里来的 它是从这个图虫的 然后POCO的 网易摄影 网易乐乎 花瓣网 这些地方去采集过来的 然后它这个违法吗 它不违法 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非商业 性使用 禁止演绎的一个版权 所以它也不是违法的 爬崩 很多爬崩都不是违法的 你们看的那个爬崩违法的话 只是吵得太火了 好吧 这个地方能理解吧 关于它不违法的东西 都懂的同学 敲个1给我看一下好吧 所以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 我觉得这种问题 我觉得是自己被吵得太过火了 然后我们请求这个 能拿到这个图片的一个下载地址 最终我要去保存 对吧 我要把这个图片给保存 图片的一个名字怎么来 图片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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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些同学会给我一些烧戳作 给我一些烧进也就是什么 给个一二三四 把它给命名就行了吗 给他个一二三四就命名 这个地方我们不用一二三四 其实它这里面就有图片的一个 图片的一个名字 就你可以用这个名字 把图片给下载下来 然后用这个东西去保存 关于如何处理它的一个名字 这里教你们一种用法 因为有一些零基础的同学 基础不好 可能看我这种操作可能会觉得比较烧吧 主要还是自己基础不够 所以会觉得我这种操作很烧 然后用这个split分割 然后取它的一个副一 这样我们就能拿到最后面这一段内容 这就是它的一个名字 所以我再去用这个东西命名就好了 所以我把这一段内容给复制一下 就后面这一段啊 就是我们根据url把它给分割一下 它的一个论 费要认吧 这是费文件费 费 费等于我们这个内容 就是啊 不是这个 这个应该是 错了 是这一段 似乎雷特 前面应该是一个url 就能取到它的每一张图片的一个名字 把它分割一下 最终我们保存的时候就可以位置open 打开一个文件啊 这个文件的名字是什么 应该是这一个fear learn 我前面去取到的分割出来的一个内容 然后保存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个啊 wb 凹净值的写录 然后我们爱作为一个ff 把我们的一个内容给写录 write response.content 图片内容是一个凹净值的 然后直接把它给保存就行了 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内容 就能把图片给下载下来 因为这是一个个人网站 所以我 他不赚钱的 所以为了啊 给别人节省一些负担的话 我就加一个延时吧 tand.sleep tand.sleep延时一秒 然后我们延时一秒去进行一个抓取 这个地方我们保存一下 啊 我进不了还在加载 你进不了还在加载 我也没办法给你解决啊 这个问题你提出来其实也没用 你只能等 等他慢慢加载好了之后 你才能访问 有时候 有时候是你的网速不好 有有时候可能是他的一个啊 服务器的贷款不够 就是太多人请求的话 你就会很慢 我们这个地方看能不能下载下来 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应该就能下载下来了 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啊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他对不对 这个地方我们用这个吧 jpg 这是第一张 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嘛 这个妹子确实长得不错啊 你们觉得呢 这一张这一张特别好看 后面的这个啊 这里我们就能提取到了 然后我们就下载下来了 关于这一部分没问题的同学啊 看懂的 看了没有效果的同学觉得啊 这个地方能不能给我敲一个666啊 敲个666你听懂了听懂的同学 666一键就直接把这一个内容全部给爬取下来了 文件保存在哪里啊 我们等一下再去看一下我关于文件保存 今天的话我们再去优化一下 因为这一个图片是一个系列的 你等一下会去爬很多个系列的一个图片 以及我全部放在当前步骤下好吗 你们觉得好吗 这种形式 我觉得一点都不好啊 就直接放在这个里面 一点都不好 那么我怎么让它好起来 我应该把它保存到文件夹里面去 对吧 我们最好的形式是把它给打包进行保存 比如说我们刚刚爬的这一个 爬的这一个的话 爬的这一个图片是哪一个 是这个秋日的一个温柔 对吧 我把它给爬取下来的时候 这个图片 它是有自己的一个名字的 有自己的一个名字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是这什么秋日的温柔 人间思念 人间理想 我觉得人间理想 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个 标题给采集下来 然后用这个标题 当做我们的目录的一个文件 然后把它全部保存到我们的一个文件夹下面去 好吧 这个地方我觉得把它保存到文件夹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要去创建一个东西 我首先我要去创建获取它的一个名字 就是这个地方我给一个 dir 认吧 这个地方我们获取了一个 url 我再给一个 dir dir 代表我们的一个目录 然后我们给一个名字 dir 认就是我们的一个目录名字 目录名字哪里来 我们去从这里面去 也去从用正则表达式 去网页中把它给匹配下来 是这一个 这个内容我把它给复制过来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是这一个 这一个应该作为它的一个名字 所以我用点心问去代替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去看一下它里面的 我们要给一个-1 -1 怎么实现抓取下1 我们等一下再讲 这位同学已经问了很多次了 你的一个翻页的一个操作 我们还没讲到那个地方 你不要太着急呀 等一下我们再看 这个地方我们是创建这一个目录的名字 对吧创建了这一个目录的名字 我们去创建一个文件夹 创建一个文件夹 然后我们用导入一个模块 这个地方教你们一个新的模块 import我们的一个OS模块 OS代表一个open system 就是操作系统的一个意思 然后我们用这个东西去检测 有没有这个文件夹 OS 然后我们if unnote 如果这一个文件夹不存在 哪一个文件夹 是我们OS点上一个pass pass路径的一个意思 一个system是不是存在 存在吗哪一个文件 是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是否存在 如果它不存在 我们就去创建一下这个文件 OS点make dir 然后去创建这一个文件 dir learn 然后创建这个文件 这样的话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新的文件夹 然后我要把所有的图片 保存到那个文件夹里面去 保存进去怎么办 我去加一个东西 dir learn 然后去加上我们这一个 然后中间的话 我们要给一个 给一个斜杠 代表我们目录的一个替换 这样就会把图片 全部保存到一个目录里面去了 我们把它给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之后 我们就能看到 它会去下载 然后下载 它会在当前目录下去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夹 然后把图片 全部丢到新的文件夹里面去 这个地方 求日温暖 人间理想 对吧 然后它就一个个给放进去了 看到效果没有 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简单 判断文件夹是否存在 不存在 我就去创建一个 如果存在 我就不创建了嘛 这个地方觉得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很神奇 觉得神奇的同学 乔温666给我看一下好吗 或者是刷一波鲜花 给老师看一下 这个操作 操作起来是很简单的 其实用起来确实也很简单 你们不会的话 可能是没接触过这些东西 这个其实在我们VIP会去讲 但是自己学过程中的话 不会去想那么多 因为不用到 没有效果 就不去用这些东西 现在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给下载下来了 我们的一个目标的话 肯定不是下载一个 我觉得下载一个 就你大晚上去看 大晚上或者是其他时间 你去看这种东西 看一个就没了 如果我想下载另外一个怎么办 我去把它复制一下 就是这个的东西 对吧 这个的一个UI 我把它给复制过来 然后我把它给填充一下 它就会下载我们另外一页的了 我去运行一下 我看一下 我是加了岩石的 这个地方加一个岩石吧 别别给别人 别把我别人的网站给爬崩了 爬崩了的话 我觉得太蛋疼了 这个地方正在下载 没有提取到这一个网站 这个页面的一个规则不一样了 不一样的话 我只能去重新 重新去写一个规则 这个地方是正折表达式的一个规则 应该是出错了 是这个网站还是没错 我可以去看一下 每一个网址的一个规则不太一样吧 我去看一下它的一个网页源代码 所以这个实现一个网页翻页的话 也是不行的 实现网页翻页你也是不行的 因为它每一个页面的图片不一样 这上面这一个 然后我看一下是哪一个 应该是提取一个A标签里面的一个图片 再去搜一下 这个A标签把它给获取一下 这个MG标签 它是一个MG标签 然后我们要去替换一下这个规则 我给它 之前的我们保留吧 这个地方你实现翻译也没有效果 因为它每一个网页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话 我们去代替这一段内容 点心问括号 点心问 你可以去写一个通用的一个方法 或者用我们的一个Xpass去进行一个匹配 会更好一些 前面的一些内容的话 我也给它代替一下 这个也是一个 点心问 我们可以直接去这个地方去进行一个匹配 用那个东西作为一个中间的话 也给一个点心问 直接把它给代替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匹配得到 这个地方就能匹配得到的 然后它就会下载这一个内容 爬虫为什么这么热门 好多教程 确实是爬虫的话 这个地方有多少同学有这种疑问 你有这种疑问都敲个1给我看一下好吗 这里我们就下载下来了 我们去看一下 酸酸甜甜的 这一页就下载下来了 如果你要换一页的话 那么它换一页的一个规则也会不一样了 所以你只能去 只能再去写一个新的规则 其实写一个新的规则 你可以用Xpass去写一个通用的规则 这个地方因为我使用的是正者表达式 所以会出错 但是你用那个就不会出错了 用一个CSS选择器或者是Xpass 你可以写同样的规则 如果你想实现翻页的话 在第一页就是在这种清纯美女 然后这里不需要实现一个翻页 你就直接检查就行了 因为这里面会存在每一个页面的一个UIL 你看到 你可以去看到它这里面 像这一个是这一页的 然后我们换一个 点击另一个 是另外一个东西的一个内容 另一个 然后再是另外一个 这个地方可能自己的双手疼不出来吧 所以不能给我互动啊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的这一个 后面的这一个 后面的一个翻页 但是下面还有下面下面还有 你要去继续翻 然后你可以去看它的一个规则 啊 这个在我们今天的一个公开课 就不会去讲了 这个地方你可以自己教你们一个思路吧 就是放到这个XHR这里面 你可以看它 它是一种OJX的一个请求 然后这里面去请求这一个Post 然后它下面会携带一个参数 它是第几页的 然后这个显示的一个方式 然后它的一个动作 然后它的一个数量 然后它的一个页面是什么 然后你可以继续往下面去翻 就你 你越翻的话 它的一个参数就会越不一样 只要你去请求 它就会返回新的一个数据 这是关于我们这 这一个的一个翻页的一些操作 然后互动一下 然后这个 爬虫为什么这么热门 好多教识 这个地方跟你们说一下 爬虫为什么这么多的一个教程 要说起爬虫为什么都是这么多教程 我们首先得回顾一个东西 像我们Python它能做什么 Python能做的比较多 就你学完学完基础进阶之后 基础进阶之后 学完基础进阶之后 首先学的是一个爬虫 首先学的是一个爬虫 然后Python的话除了爬虫 它还有一些方向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web 自动化用web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 其实这个地方也包括一个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 数据分析 人工智障 人工智能不是人工智障 人工智能 这个人工智能和人工智障的一个区别 其实它们有一个区别 它们的区别就是 什么时候是人工智能 什么时候是人工智能 智障 就是你训练的一个数据 数据越多 你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的话 它就越智能 那么就问题来了 这个数据怎么才能更多 这个数据怎么来 一般的话都是用爬虫去进行一个爬虫 就是爬虫它能获取数据 然后交给 去进行数据分析 去交给人工智能 去进行人工智能的一些处理 然后你这种web web你去写一个网页 比如说我们这一个网页 这个网页 这么多图片 如果你手动去进行一个采集 你会不会懵 你会不会很麻烦 如果用爬虫 我写一个脚本就行了 就是你可以做一个网站 你网站的数据哪里来 你可以写一个爬虫 把数据爬上去 然后自己弄一个网站 然后就比如说这种网站 然后你就可以接广告 然后在这种网站上 你去接一些广告 这样你就能 你就能赚钱了 然后如果你有自己的产品的话 你写一个web 然后去爬一些图片 爬一些资料 把你的网站修饰一下 这样你也能去赚钱了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的话 就是很多很多工作都需要爬虫 很多工作都需要爬虫 以前我在公司工作的时候 像我现在也有学员 他们在工作 比如说一些电商 电商的话 他们需要一些商品数据 他们也会去爬 他们需要一些评论数据 也要去爬 需要一些商品的一些介绍 比如说那些图片 他们也可以去爬 像淘宝 京东 都是这些图片 只要你有爬虫技术 你就能把它们采集下来 以及手机上的一些数据 也可以去进行一个采集 手机上也有很多评论 图片那些东西 也可以用爬虫采集 这是爬虫火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的话 是爬虫比较 比较基础 就入门 基础入门之后 就学的是一个爬虫 很多人学爬虫 所以爬虫市面上的一个教程很多 市面上的爬虫 除了一个教程多之外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一个教程 爬虫也有一些缺点 就是它的一个更新很快 更新快 大概一个多月的话 爬虫网站就会更新一次 像今天的话 又有个同学问了我 爬虫豆瓣的一个IPI 为什么更新呢 它获取不到了 获取不到 所以这是爬虫更新快 所以这个你们现在去学 网上的教程的时候 也要注意一下 像前面有位同学说过的一个BS 你还学BS干嘛呢 这个BS是几年前的一个技术了 现在我认识的爬虫工程师 以及我教出来的学员 他们都不用这个BS BS只有一些自学的同学 还在去学这个BS 为什么 因为BS的教程多 教程多 为什么 因为前几年很火 现在已经被淘汰了 但是你们很多人看的都是前几年的一个教程 所以有这个BS的一个教程 这是关于我为什么 不太提倡用BS的一个原因 这个BS我就不说了 老师你觉得还可以学什么语言 在我看来 我觉得没必要学其他语言了 我是学过其他语言的 学过Java学过C 然后学光安卓 但是最终我是学了一个Person 因为像我以前做一个项目的时候 就我做一个Web项目 我要用Java写后台 然后我要 我要采集数据的时候 我还要用爬虫 然后我要去做一些服务的话 前端的一些东西 你还要一些前端的一些内容 像我学了Person之后 就Person什么都能干 包括你手机的一些脚本 手机脚本 手机的一些脚本 也有一些游戏的一些开发 像一些手机脚本 电脑端的一些游戏脚本 脚本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玩游戏嘛 所以我自己可以用Person去写 但是用Java能写嘛 Java没有那方面的一个库 Person它有大量的第三方库 所以学起来是十分轻松的 学起来是十分轻松的 这是我们这一个学起来语言 像这个的话 其实没必要去学其他语言了 因为Person都能去做这些东西 这是关于我们Person 能做的一个事情吧 像你们接触的一个Person 你们是用Person来做什么 你们用Person做什么 就自己简单的去学一个partout吗 或者你们有一个目标吗 你们学Person是想去做什么 学Person要超强的记忆力啊 因为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你还在读小学吗 还是还在读高中 我们Person我是没记过 就我不需要记东西 为什么 因为你是学 因为你是学 就是有一句名音 怎么说的呢 在学习的 在学习中 去记忆 而不是在记忆中去学习 为什么是这样的 你想一下 你能记多少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Person的官方文档 你记住也没用了 它会不断的更新 我们需要的一个东西 是一个方 是一个 它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思路 就学习它最核心的一些东西 就行了 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官方文档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内容 我网怎么了 它的内容是太多了 就你在学习的过程中去记忆 像我们的一个VIP 其实也有很多东西 我从来不提倡学员 去记忆什么东西 因为你记住了 它会更新 它会变 你要学的是什么 学一个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 学编程思维 为什么 你想一下 Person的知识有多少 据不完全统计 Person总共有一万四千三百多个库 那是去年的一个统计 但是你接你 你想一下 会有更多的东西 如果你记住它的一个方法之后 学会它的一个编程思维之后 Person基础能有多少东西 Person主要的一个知识 语法 知识 语法 它只有多少东西 就是我们的一个基础 进阶 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装饰器 生成器 迭代器 那些内容 然后自己的一些核心语法 像函数啊 原类编程之类的 然后就没了 然后我们就有大量的第三方库 request sqip jongle 然后 这些解析库 像xmail pyquery parse 这些酷 那些酷 酷你是学不完的 但是这些方法 就是它的一个知识 是能学完的 查识料 重要的是一个思路 主要是一个编程思维 和一个学习的一个方法 老师 我学了很久了 只学了一点点 我什么时候 能赶上你的一个水平 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 学了一点点 就你什么时候 能赶上我的水平 我觉得 这个 你赶上我的水平 应该是不太现实的 就像我小时候一样 我小时候 当我五岁的时候 我就想着 有一天 我能 我能 我能和我十岁的哥哥 一样 就能赶上我十岁 赶上我十岁哥哥 就比他大一岁 我觉得我能比他大一岁 你觉得现实吗 不现实 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我也在学习 所以你赶不 赶不上我了 但是你虽然赶不上我 但是你自己 有自己的一个步骤就好了 你学习到一些东西就行了 像 你学习的话 学了很久 还是学了一点点 主要是你的一个学习方法 学习方法错了 以及 学习方法错了 然后你自己也没有一些 变成思维吧 像这种问题 你可能也会经常遇到 像这种查字尿 不会解决 重要的是一个思路 这种说起来是轻巧 查字尿 查字尿解决 这种说起来很轻巧 就百度就行了 但是百度还是很慢 我建议你们是 去查官方文档 但官方文档的话 你们看不懂 初期看不懂 我一开始也看不懂 我英语也很差 但是看着看 坚持去看 你会看懂 以及你要学一个 编程思维 像我们的 而且你学的话 不建议你 就你零基础的话 不建议你来听 我们的公开课 因为我们公开课 是一个案例 虽然公开课 你学能学到一些东西 但是不利于 你后面的发展 因为你基础 太薄弱了 你每 每 听到我讲一个点 你不懂 每听到我讲一个点 不懂 即使你把这个东西 你全部记下来 有什么用 你记下来之后 再去学习效果很慢 你在学习过程中 你不断去记忆更多的 你学的会更快一些 像这个 你如果想学的更快的话 你可以参照我们 这个大纲去进行一个学习 像我们这一个大纲的话 是从您开始 去进行一个教学的 这个是一个VIP的一个课程 基础课怎么教学 像我的一个基础课 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 我是怎么教学的 这个课件的话 我也背出来了 你问到这个 我就给你们去讲一下吧 像这个基础部分的 我这个地方主要是一个 就成功了吧 成功了 你就把基础的一些 常用的东西 你就把它给记住 常用的东西 把它给记住 然后你要把 基本的一些东西 全部给记住 这些东西 也不需要你记住 因为我们前面 学过这一个注释之外 学过这些注释 以及关键字 变量这些东西 并不意味着 后面不会去学了 前面你只要学一遍 你清楚 有这个东西就行了 就学一遍 有这个东西 后面遇到的时候 不懂你再拿课件 或者拿你的一个笔记 去进行一个学 像这个的话 是我们VIP的一个课件 像这种